武功导演就是制作导演 导播 编剧 企划 集这么多才华于一身的 华慧莹导演 大家好 我是华慧莹 您刚刚听了这段故事 您的感受是 我好感动 因为我很久之前看了这部电影 然后 偶尔也会拿出来看一下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经典 是在我人生当中 大概排名前十大吧 因为它颠覆了 我们一般人的价值观 是 对 就是刚刚刚刚讲到那个舒适圈 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很多的价值观都是被了别人影响 尤其现在媒体这么的发达 我们的价值观常常就是媒体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们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但有时候真的没有细心的去思考 我们自己到底真正的想要什么 对 其实在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说 为什么你不下去这么大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要走 我那时候想心里也是很纠结 尤其他面对爱情的时候 这么喜欢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这么的脱俗 你为什么你都下到那个甲板了 就是你都上那个楼梯就下到一半了 你为什么不要不要再往下走 你跨一步就是了 为什么你回头了 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我现在真的很清楚 就是他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未来的轮廓 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他他讲一句话 我自己觉得蛮感动 他说当人家要他从那个那个船要报废了 希望他可以离开 但是他说了他说他不愿意下船 是因为他觉得陆地对他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 然后是一个太过美丽的女人 然后太过长的一个行程 然后太浓烈的香水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不会弹奏的曲子 所以他说我永远都不能离开这艘船 然后这句话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完全释怀了 阿导那你觉得如果是时尚精英管理系的城市竞主人 他是这个男主角他下不下船 他不用人家讲他就跳下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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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应该这样说啦 这部片子在讲的话所谓的幸福对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你看就像那个其实其他的 包含那个爵士乐手跟他在斗琴的那个爵士乐手 他是尝试跟他去做一个决斗的过程当中 重新在养名的过程 那有些人的幸福是来自于他一次一次的征服 有些人的话他的幸福是来自于 你就是啊 哈哈哈 挑战每一次你在工作上的一个成就感吗 嗯我被他是骂过 哈哈哈 你真的是夸奖啊 没有真的是被骂过 嗯 对你很难去想像在教师期的那天我老婆跟我说你干嘛去当老师 哦真的啊 嗯 他觉得我不应该再去当老师了 对后面有一些故事 可是你都精手奋寸了 哈哈哈 你真的是 老婆想的是另外一个点被柯恩哥说中了 没有啦 然后 然后 其实我觉得幸福 幸福来讲对很多人都定义都很重要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幸福的过程是 我觉得是 你有机会去专注一切东西放下一切 但是旁边的人理解你在干嘛 而且会支持你 嗯 对 所以像 像这部片子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海上钢琴师这部片子的话 我觉得他 他这就充分的在表达这个东西 所以 这后来为什么叫做经典 因为后来很多的片子也在仿效这一个 桥段跟过程 但是就是没有人 把他那种俊勇的感觉把它描述出来 谢谢 华慧莹导演今天特别提供了这首曲子 海上钢琴师 我才能整理出来这些文字 让说不定是第一次听到 这么经典的音乐 跟文字叙述的剧情 有机会真的可以再去重新看一下 海上钢琴师 会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些思维的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陈世敬主任 还有华慧莹导演 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卡文哥 谢谢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拜拜